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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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明明看到他的人 刚刚进去啊 难道是故意躲着我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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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劲 不接电话也不开门 他没有必要这么做呀 洪先生最近不常来公司 他身体不太好 我都是把文件送到他家里 去给他签字的 对 肯定是出事了 怎么办 找晓晏 晓晏 我要报警 我怀疑我的温文夫 一个人在家里晕倒了 行 你赶紧过来 行 你赶紧过来 山里人过生活 真不容易 我捡了这么多柴 快把我累死了 你不饿吗 还有时间跟我在这里搞笑 我真的很想来搞笑的吗 我饿了 我也很努力地再捡了 但甘树枝真的很少 算了 那就吃饱了再去捡 你带吃的了吗 烧烤酱算吗 在这里等我 薛妖怪 你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啊 都是我害的薛妖怪 要远离人群 一个人住在这种地方 我还当是来度假的 这种地方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别怕 别怕 是过路远 来得快去得也快的 薛妖怪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是我把你害成这样的 我会对你负责的 你当野人我也要当野人 我不要留你一个人在这里 你 我听到了不得了的话 不要留我一个人 这句话 好像在灵魂深处回响了五百年 呐喊过了千万遍 终于得到了回忆 薛妖姐 怎么样 门还没打开吗 没有 我看了他进去的 敲门也不开 打电话也不接 肯定是出事了 快 需要多久 大概十分钟吧 那麻烦你快一点啊 拜托了 我尽力 别急 救护车堵在路上 要不做到 嗯 那里面 要不要 门 那里面 没有 好吧 再见 还需要多久 别人在哪儿 辛苦你们了 稍等一下 丽警官 门打开了 好 没事 只是昏过去了 好 来 昏一点 薛言姐 我要马上回局里 你要不要跟着去医院 你们先去 我一会儿就来 我先联系她秘书 好 还有密室 一进门就晕过去了 这地上的爬横是怎么回事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声音啊 不知道啊 好像在病人口袋里 洪世光 开开门 开门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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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啊 啊 我 李警官 门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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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警官 李警官 门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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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开了 李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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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开了 鱼蝎仔 我有事 小燕哥 听我说 张萱萱被绑架了 上午洪志光的女秘书 又把勒索视频 当成表彰报告 全发给了内部员工 现在视频被传到了网上 局里至今没有接到 家人和洪志光的报警电话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 您好 洪先生 您什么时候发现 张萱萱小姐被绑架 您现在信息是怎么样的 洪先生承诺社会员的 朱厚本陆金融绑匪 对张萱萱等人在安全 是不是要是危险的 洪先生 要求高达九千二百万美元的 高额赎金 张萱萱作为您的未婚妻 您会发现金融绑匪 费担多少还是你们已经报警了 半个小时前 我已经通知秘书 把我名下所有的不动产和藏品 全部低价公开报收 不论花多少钱 我一定会救出我的未婚妻 钱我们正在准备 视频不是我们放上网的 我们也没有报警 请务必保证我未婚妻的安全 贤哥 有什么发现 已经订阅到了张萱萱的车 车在大学停车场 是去找叶琛了吗 我已经给叶先生打过电话 关机了 刚才我又给他助理打了电话 助理说他熬夜做研究 应该已经回去睡大觉了 昨天上午 薛爷姐去过红十光驾 你去物业公司 尽快把进攻视频 你调过来 好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移动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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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的湖 你们怎么就要跑到我的浴缸里了呢 这是为什么呢 大概是因为倒霉的孽缘吧 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多少宅男 期待跟我拥有一段倒霉的孽缘 我夏日男朋友一定会感激你的哦 夏日 你的男友档期排得真是比工作档期还满啊 对啊 这网上说了 忘记一段恋情的方法呢 就是赶紧进入下一段恋情 议论无处不在啊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试试 你敢 你管我 你是我谁啊 你管我 这说不定呢 我已经怀上小妖怪了 你要当爸爸了 怎么废话那么多啊 快吃饭 有关张萱萱绑架案 记者采访了洪世集团的总裁洪世光 请看现场发来的报道 洪先生 王美要求高达九千二百万美元的高额输金 张萱萱作为您的未婚妻 您会负担多少 还是你们已经报警了 序六千年 Naz签 云上 法國奥 法国奥 工具 看法国奥 有没有过道的监控视频 只有一楼过道有 其他楼层没有安装 萱萱姐在下午楼的时候 出去电梯有一分钟 到底做了什么呢 可能是看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 或者熟人吧 不过这跟绑架应该没有关系 刚才我们不是看了 停车场出口的视频吗 张萱萱在驾车离开的时候 没有什么意义啊 不过你明天还是抽个时间 去五楼过道看看 好 喂 小燕 你一定要把萱萱救出来 我会尽力的 你不要太着急 但是我还是好担心 你尽量照顾好自己吧 回家以后 要不要单独外出 那我等你好消息 怎么办 万一 没事 我相信张萱萱不会有事的 你保证 我保证 如果萱萱受了很重的伤 我还是会逼你做 你不想做的事情 你说得对 人心都是贪的 这么做不是为了你 别忘了 我可是她的脑三分 你 找你 装 衣装 你 搽 我 雨是坏掉的龙头 滴滴答答伸了袖 装头像你的人哦 不是 提醒我已过很久 你没开口 你没说跟我走 所谓以后 一眨眼就到头 你没开口 你没再出现在路口 这次换我 都随便再说放手 那天以后才没亮起的雨灯 说过时间不会再有的永恒 我还在等 我会装饮了 你会不会不舍我 依然回来 因我一生 当你开口 当你说跟我走 所谓以后 一眨眼就到头 但你开口 当你在出现的路口 从今以后 我随便再说放手 从今以后 我随便再说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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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